本足中力都有可能啊 就是我觉得万一这个时候薄一强发个中力 对 然后打happy一个措手不及 我觉得也是有这个概率的 好 这边的话是选手准备就绪 我们马上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场比赛当中 好的 观众朋友们 谢谢收看的是2019魔兽争霸三 黄金联赛夏季赛的决赛 哇 天崩了 天崩了 这天崩开局 这不天崩点位吗 天崩点位 这就是在起脸的呀这个 这就完全是赌运气了 默认在决赛的被拿赛点局的时候 这一把是直接搏命了 但那这种搏命的一个好处呢 是什么呢 万一搏到了呢 但搏的概率很低 因为happy的出生点位是 他一定看这个点啊 门口就是一个官兵点位 他不用去探两个官兵了 是他自己天生可以扫探一个 这是UD最喜欢的点位组合 对 再把它看问怎么来了呀 这个真的是属于一个超级博弈了 不是生就是死 但是说不定happy没打过 哪不能看也看过了 再说了 他能统治欧洲 你觉得foggy不会操作作业 怎么来几手 来了 第一个点 只要探在左边 foggy这个版本是有点腿的 说实话 那如果梦这盘倒了的话 那进宣传篇所有的选手全倒 对 说说以后是吧 官方读哪才最知名的 叫你拍宣传篇就肚子疼吧 这就看到了这个 这是一看的话梦都不敢练了 对 看到了 对 梦直接不敢练了 那像梦这个开局等于说输了一半 就是说你BR照在那儿的话 你看直接过来看点疯狂了 因为知道你可能真的会去堵这个脸 那过来一看的话这里的梦就不好了 人都不好了 还可以A之羊 对 这要博弈开局 这博弈开局的话真的开输了就真场被动 你肯定不能练 练了就崩了我觉得 对 真场被动的这个 练不动的你只能站起来往后面走 对 对 往后面走的只能 诶 不要冲动 你悠着点啊兄弟 干嘛 好 四生表示挨打我是专业的 四生这边就是看你如果真的来练 我真的 还坐下来 对 肯定不敢这个地方 那么现在的话这里的一个优势 就是一个超顺的开局 他啥都不用做 然后是一旧用一个科技之珠 然后转五个转之珠的一个打发 他这个打法还 他觉得好用 他会一直用下去 对 除非就说真的是你战术克制我了 我不用了 嗯 这个四生还保住了 回到斧地上回血就特别的快了 每秒回死死不了了 这个打三下要打 哎 偷一个烈水大厅 我个人觉得这把木会不会直接总BP 然后是鲁车Rash 你看那个精灵的那个位置 嗯 精灵的那个位置 已经是往嗨皮的一个主基地的右边在走了 我觉得这个点位只能这么打了 对 现在的话主要是一开始开崩了 对 开崩了你要打后期的话 这个时候补BH你的BH 你出去出来 好 双比R 这个就是那个了 对 野兵在你门口 对 有小精灵出去了 有小精灵出去了 而且他是绕的 他AC把你骷髅带走 然后小精灵往右侧 走那个1点钟门口的这个小路 往上走 但这把第一个打法的话 基本上就属于考验 这里HAPPY的一个侦察 要判断了 哎 妹子别把这个东西带下来 往左边走 好 看不到 这里骷髅的视野没有那么多 对 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不要往家里带 对 但现在HAPPY只需要确定一件事 你不生本就在搞事 你看这里农民团一开始侦察了 找了 找在外面那个建筑了 好 上个精灵看到了 哎呀 这个转弯了 这个真的有经验问题 你看穆恩的话看到 精灵被看到了 人也抖了一下 是的 你看这里还笑了 穆恩笑了 哎呀 要不要应来 要不要应来 这个时候真的很绝望 现在HAPPY确定了你的打法了 对 过来看到你BR懂了 那我现在就是直接转蜘蛛了 我打防守就好了 我都不需要打进攻了 是的 这个时候HAPPY是直接补第二个兵营 就完了 对 第二兵营100 你知道还是真的没办法打的 等一下他回去转运了 只能走了 只能转运 这真的是属于只能走 对 不可能再这么打 这么打就属于把冠军给送了 但HAPPY现在是买个单船 继续赔 可以 家里的话现在HAPPY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双BC天轨 也可以的 是 双BC这么100是属于由两种选择 一种是防止对方屡猎转弩车的一个RUSH 另外一种呢 就是属于可以直接走天轨 他师生等你在这边造不造东西了 对 因为像现在的暗夜的话 由于你是走的一个双BR的一个路线 你出屡猎的概率会比AC高 所以我的天轨出来可以空场 空场了不管我怎么打我都是优势 所以现在慕闻这边的话只能转运营 把这个二框开起来 看一下能不能转个后期跑跑家什么的 慕闻这边的话 练这个点其实是属于练下来就是一个还不错 练下来这个点的话 就等于说前期的一个天崩开 稍微打坏了一点 是 好 HAPPY也是感觉到了 这个人呐 他没来RUSH我 这应该是过去开矿了 赶紧过来侦查一下 好的 他使用天轨了 但这把就可以用天轨的 这是应该是用天轨比较舒服的图之一了 对 特别舒服这个图 嗯 主要现在你是双边缕裂开的话 你前期有点不舒服的 是 好的 这关侦查到了打了个加修佐 那现在的一个HAPPY 天轨一旦起脸的话 这里的木人会逼迫他转一个那个AC的 会逼迫他转这个双边AC 是 而且天轨这个时候收益很大 他只要把你小精灵扫了的话 你就断木断很长时间 对 他骗你说AC他也是转 嗯 这个点是属于阿姨现在补不起的 嗯 按这么那个双边 还有个边里站起来的 首先 哎 出了两个天轨 骗你一下转三本 聪明 这一波很聪明的 对 一旦是木人开始转个AC AC补多了 这边走一个三本 然后是再转一个那个什么支出 打一波就行了 走一个常规 对 这也不得了了 好 这还一直在侦查 哎呀 现在HAPPY真的每一个点都做得特别的完美 这个图 从开局来说他已经是很赚了 对 我感觉真的 这一把不是我奶 HAPPY现在起码是一个七三开的一个局 哦 真的 太顺了这一把 你是不是保守了 我 保守一点吧 放开说 911开 不不不 那不可能 现在这个矿如果爆了9开了 这矿一爆9开 好 一发C 但是炸掉了 这矿很关键 嗯 这把这补下刀 这老师一个馋打一套 但打不死这个DK 他可以卖血的 DK这不是人卖命 卖命拆矿 就那么简单 他为了911开啊 他拼了 对 好 一发C 那你藏我藏我就走 你不藏我就溜 对 但现在这只有一个AC 但这里一个AC打不掉 打不掉这个天轨的 而且DK还有蓝 DK可以绕一圈回来 绕一圈回来 又来两个天轨 这个天轨加了一个速 真的跑得快 是 这个风控的话 看这个血量有没有机会 能照得起来 哎 没有机会了 差太多了 这天轨马上到场了 两个天轨已经就绪了 这边是转了一个双边小路 那现在用烈士局的话 转双边小路 那走远了呀 要多远走远 来 新的两个天轨 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这一把让我想起了 那一次Lolix打1-0的一个圈 退了 那么邝一退 这把我可以大大声声说 UD要在1.31里面 很大的概率能夺冠了 哦 不是 这个血从7-3变成8-2了 已经从7-3变成8-2了 不是 说好的9-1开了 不不不不 永远不说9-1 哦 你怕黄哥难你是吧 对 哦 现在到这里的一个天轨一直来看 现在家里的话 这里是别死天轨就行了 现在两个残余天轨 这一直来是骚扰你 现在暗夜这里很难受 暗夜这里特别难受 他这个人口啊 有三个废人口 有三个女的废人口9 然后还有两个废人口AC 就特别的亏 哎哎哎 死不了 这里还有一批很细 哇 这里还有机会 能拆一个BL 这个BL只要一炸的话 感觉这个游戏就很难玩了 应该炸不了 好 差了没点 直接拉进您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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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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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 忍住 忍住 没这个比较 啊 这里的话是屡猎开始送了 啊 这里送了这两个 对啊 他屡猎没有用了 你要么列击送掉呀 好 一发C再打死个屡猎 现在的一个 HIP已经三本好了呀 这三本的天地鬼呀 这不是二本的呀 二本天鬼的话有点急 这个三本的天鬼不得了 是 而且他有恢复之后啊 可以在野外自行恢复了 就不需要回家去补给了 而现在的话就是 就是这里的一个HIP有资源了以后 补一个力气带个球 那就横着走了 而且主要是孟的翻盘点被插死了 对 没有矿 双边的打法的话 如果你要打赢天鬼的话 必须要有个矿 然后升防升弓这么大 对 你如果屏在后的话 天鬼现在这个版本就便宜了 就他的一个战损的话 这边的一个U的战损 会比暗夜地很多 可以换得起 而且现在主要是你的废人口太多了 孟现在的话 还有10人口的废人口 但是HIP卡人口了 还有现在是应该不急的 他现在不急 HIP卡人就是属于把这个 钱给五五好 先把天鬼数量给招起来 但这个还卡得蛮痛的 这下 好的 一发C要去连商店了 现在就是属于 他练一个集直接到三的 三本的一个基地 是有经验的一个加成 是 所以他随便练一个大点 这个等级升得飞一块 而且他应该是会先到三 然后再出玩意 对 他不急 其实还有练到五也行 对 有可能是单DK50人口一波的那种 对 单DK到五 然后再转一个一级的力气出来 带个球那也是厉害的 很好用 这个战术 以前的话应该是横行敌人的战术 对 这的话是直接练完这个点 这个DK是马上到三了 哇 是卖卖卖卖 随便卖 卖完东西 然后是等下一波的一个钱 这要引派力气了 力气已经出出来了 再出了 力气点得很快 只要是力气出出来的话 带个球这个正面就真的打不了了 哎 这一波要碰上了 再硬打呀 这一波硬打就完了 这波虚都不虚的 嗯 这边的话 利用速度 小鹿 哎 没死 拉走了 哇 这个小鹿散得很漂亮 台平这一波主要是有一个点 什么点呢 他有一个群不在 但这波硬跟那钢也不慌 对 而且你不是熊猫 你没有那么强的爆发力 对 这里的话是 尽可能用自己的操作 再维持这边的一个小鹿的一个阵型 还有输出 但现在的话群不要吃了吗 但天鬼这个时候机动性比较强啊 有狗啊 这个时候狗没有吃群不一样可惜 站过来 是不是 调整一下 可以吃了 吃 漂亮 这边女猎手有点废了 女猎手抬一下 哎 不要追这个女猎手 现在HAPPY就是一点都不贪啊 在那中间是谁来打谁 他就是谁来打谁的 而且残血的一个天鬼只要是遍地 遍地里有特别的肉 是 你如果直接打他 你真的不要打 好 这的话木魂真的是这个操作 小鹿操作真的没如何 确实 好 一把三 躲一下 漂亮 这波的一个木魂真的是拿操作再打HAPPY 我虽然说兵比你少 但是呢 我这里的一个 正面的一个操作真的不慌你的 好 但是DK这边的话 蝉失掉了对方不少的一个兵力了 对 这里的一个HAPPY也尽可能地操作 实际上要强 但是还是活下来了 实际上这个回血太快了 太快了 硬打还不一定打 强迫症别犯 别犯强迫症 现在HAPPY是属于人口有点低 因为刚才出了一个利息 然后就买了个球 这就等于说这一波是少了四个天鬼 木魂这一把是没有开矿的 同时直接强行用这么一个经济在暴兵 这波他不暴不行 不暴的话肯定是要被打死的 他这波就是把开矿的一个资源 变成了一个暴兵的一个资源 然后这么打的一个好处就是说 这一波团队你看起来是打过了 但下一波你没有后手了 而且他这波恢复很成问题的 对 恢复特别成问题 而且UD这里可以顺着练了 UD这里顺着练的话 我们当框打当框 我压着人口给你打的 你能够暴得高 你62又怎么样 他想用链金来转化这个井水的一个恢复 对 但现在的话UD这里可以扫图的 怕就怕UD扫图 这就是UD在这个图上面打到后期最舒服的点 就是我链级特别的快 对 而且链级收益高 宝物都是好的 这里的部分下一波团队的话 必须要抓这里的一个 HIP人口不足的情况下 哇 这里开始转胖子了 这也是天鬼拿了优势之后 转胖子是非常稳的 因为对方大部分情况都是路 他就是纯小路的 像这种局的话 HIP就属于只要是链级稳住 然后你来抓 我把该收的给收完 实在不行叫TP 如果我被抓了很难受的一个圣形 我就 那个还可以跑的话就直接跑 对 不行我就TP 对 不行我就TP就行了 哇 那现场部分这波是暴露自己的一个位置了 他这波位置一暴露的话 感觉好亏 HIP直接在那个位置快跨了 对 他现在有天鬼的一个机动性的优势 加上他等级是跟暗夜持平的 然后这里可以刮数一个一个骗子 他可以骗你别人 你看你要跟我打是吧 我不跟你打了 好来 那个胖子一个馋 这点无所谓 馋住的怎么样 先进来 进行粉丝地 力气的话血量很低 力气赶紧把谁救起 诶 赶紧把谁救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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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丁哥呢有个大血可以直接一吃 但现在的话沐温斯人口非常的高 当框暴到66了 是的 但主要是这个DK大血被骗出来之后 他怎么救你去呢 对 这里的一个DK没有吃大血 还要hold住的 但是他超过失误了 对 顿了一个满血的一个天鬼 哇 沐温斯一把那个当框的一个小路操作 真的操作了6 对 他拉的4分5裂的把你拉的 好 旁边呢有个残血小路 哇 这波天鬼好残啊 对 这波天鬼有点残了 你等等 挤挤开 看比赛 嗯 别说话 看比赛 那你快死了 没血了 真哥 没吃了 吃了无所为的 哇 这里的一个木呢 感觉真的这个小路的操作 他唯一能 世界上唯一的小路能打天鬼的 哇 这波真的漂亮 哇 现在HAPPY他可以 那个木可以开矿了呀 安安心开个矿 下面已经开了 对 刚丢 刚丢矿 但是HAPPY那个经济 可不可以斬起来的 哇 这波被打成灰尘 会死天鬼吗 这个有射程 打了一下 没打死 哇 上面侦察去了 看到了呀 看到了 这波本来是属于躲小路的 结果一不小心看到了一个矿 那这也是意外惊喜 运营回来了 运营回来了 真的运营回来了 这波天鬼的恢复很成问题 他车子被打掉了 对 而且现在他这一个部队啊 很难受 那练不了极了 现在是 现在暗夜的话 可以不停的来吃那种残血的一个天鬼 你看 把你的位置骗上来 然后这里整个部队要下来了 上来抓你来了 而且你这个兵线被端了 现在UD这个兵线一旦被端了 那边过不来 完了 天鬼要打一套 好疼 天鬼他这里是怎么办 直接被卖了 没有树可以挂呀 直接被卖了 哇 这边又操作失误了 又操作失误了 这边 哇 那个天鬼 有点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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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 这天鬼真的是坑爹兵种 嗯哼 我给你个信息 诶 魔神神八三天鬼真的是属于坑爹兵种 哦 这个时候怪兵种了吗 没毛病啊 真的 我以前把这个架给抠了 真的是 绝对没毛病的 哎 想杀了 漂亮 黑龙记这边被击倒 这里卡位 有没有机会 这边跑得飞快 死不了 这个时候 DK还能溜 还能溜 还能溜 溜掉了 哎呀 这一个嗨皮啊 真的是属于 极限的一波反杀啊 但是这里的话 你一旦是坐下来 你可能就抹得了 对 坐下来就是偏伤害的 反正肯定死是必然的 都偏偏伤害 是呀 好 天鬼的 这里是真的死犯有点严重 但现在炼金一个人是金燕到三了 炼金 那这个胖子死不了了 对 但这波可以杀了一起 嗯哼 这炼金过来可以杀了一起 力气抵不住这个斧子球的 不 刷一刷那儿这个打得点疼 对 但现在那个局 DK应该要来的 DK一发C 远处一发C 甩你脸上 爽 好 先救起来 现在这个时候操作有压力了 但现在UD有双控 你这一波阿姨是打不进来了 这里UD一个胖子 两个英雄 手里这个纯小路他问题不大 你看眼看要崩了 快快去西天请增哥 请来了 哎 现在的一个局道 对于慕恩来说 我感觉一波被守下来 下一波这个HAPP可以正常的抱胖子了呀 这里HAPP老师已经五个能力在框了 嗯嗯 这样的话他的经济 慕恩也有钱了 对 主要是现在的一个投射车还有胖子转得很快 你看现在慕恩记得最大问题就是没三分了 对 慕恩现在没有三分的 而且他人口卡在了51 关键还是属于这等级拉开了 等级拉得点开下一波 下一波的一个小路的话死伤会非常严重的 所以感觉HAPP这一把还是稳 我骄傲的说 9一开了 哦 那9一开了 嗯 双矿的一个UD打成这种局 双边小路的话 一波没有把那个矿推下来就没有机会了 不是 刚才人家好不容易 终于打了半天把82开打了回来 哇 现在四个投射了 然后你贼心不死又说了个9一开 是吧 你自己看这一步 四个投射怎么打吧 是呀 就是你觉得优势嘛 你就说优势就行了呀 一会儿又把人堵死了 现在部分是55人口打55 本来之前是64打50的话还可以 而且操作是不错的 嗯 只是现在没有天轨了 对 这波团其实很凶的 因为刚才那波小路的操作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对 小路打天鬼可以靠操作打 但打投射只能硬嘛 只能硬嘛 对 一定要靠上海来堆 连接这边吃了个NC 你看这两个投射一砸就半血没了 对 而现在的一个 UD可以靠英雄能吃经验的 跟你拼了 对 你看 你可以杀我投射车 但是你亏 你这个QG顶不住 GP给我交了 GP交 交不交死了 我不交 哎呀 最后还中了一炮啊 对 这一炮有点疼 HAPPY他应该 哎呦 吃了个裙子 最后是裙子硬保啊 那现在的话 感觉木人是压力越来越大了 这一波投射车 那个时候拉得很好的 他一个投射车 骗了这边的一个 木人 英雄走位失误 然后小路跟英雄拉开了 那四个投射车到这里七点了呀 哎呀 现在这个局面真的是很难了 因为他现在部队开在下方 他完全可以去开到你的分框去 对 他现在他的选择是 我可以跟你换框 而你的小路是跑不了我的家的 对 而且现在我真的想说 我还有红塔呢 欧洲皇帝来亚洲证明这件事儿 UD其实还是可以的 真的 这个作业 操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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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是太强了 这波四个投射车拔框了 一瞬间框就没了 这里木人必须要TP救 他如果TP救的话 是不一定能救得住 离得太远了 他这波TP回来没了呀 这框没了呀 框没了呀 这投射太多了 这里话先把零塔框给砸了 然后再走 也行 砸掉了 好 这里话 哇 正面团队应接这个投射车 哎 投射车这边的话被围中了 没血 没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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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仇车只剩一台了 对 但无所谓 KG也得死 KG要死了 NC连心无敌没有躲掉 但是他没血了呀 GG 恭喜亥比 获得了 黄金联赛的冠军 哇 UD的1.31版本第一个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HAPPY 恭喜他获得2019魔兽 争霸3的黄金联赛 夏季赛的冠军 江河一泛 Magic 这是 voor beim初正来的冠军 st连冠冠冠冠冠和勝出 第一个国家已冠冠军 examination guided 我一定没有感想到 to win the tournament i am sincerely happy about it and well i simply don't know what else to say completely unexpected it feels great so he's very happy he never thought he could win this 冠军 Happy is the first European選手 to win this victory. Let's give him a round of applause because I see he's very nervous now. and now you have two hundred thousand surprise money all together how would you like to spend it have you ever think about it no probably gonna save up for future like always i'm just asking the fans here and that you deserve the title of the undead king but please promise us don't tell belida to nerve undead anymore please 我前面是跟她说的是让她去告诉暴雪不要再渲弱亡灵的虽然她很强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更多的亡灵选手让我们再次恭喜一下 Happy把掌声送给她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工作人员送她的属于Happy的属于20万金额的 奖金 尤其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属于她的奖金牌 我们也请现场的各位拿下你们的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这值得纪念的一刻 同时我们也要请出本次比赛的四强选手来到我们的舞台一起合影留念 欢迎MoonRWTH000以及NewB120 此时此刻这个舞台属于台上的四个选手让我把掌声送给他们 同样也是恭喜下Happy获得了冠军 此时此刻这个舞台属于台上的四个选手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同样也是恭喜一下Happy获得的冠军 本次夏季赛历史八天 共计33场比赛 再次感谢所有选手 为我们奉献出精彩的比赛 感谢每一位来到现场观赛的观众朋友们 以及各位守候在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 感谢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相约冬季赛